因为热爱动物 它跨界而来 帮助主人与宠物 重归于好 看来来你这里上课的狗狗 是需要一家人陪读的 没有有问题的狗 只有有问题的主人 只有全家人一起配合 狗狗才会变成一个好学生 它亲力打造梦幻农场 为儿子营造无拘无束的童年 我儿子就像一个小的人人泰山一样 它在练琴的时候 周围会听到狗叫 羊叫 在旁边发出配合它的声音 就像在森林里面看音乐会一样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大家好 我是孙文嘉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任务的关键词 带着主人去上学 万物皆可训 森林音乐会 还有我手上这个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出发去找一下 艾瑞斯坐 艾瑞斯跳 艾瑞斯靠 这位该不会就是我要找的妈妈了吧 好厉害的样子 你好 我是我的妈呀孙佳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宠物行为训练师 胡怡英 一句口令迅速就位 一个手势完成任务 随着宠物行为训练师 简洁明了的指令 牧羊犬 精准起步 越过障碍 整个过程 行民流水 人犬 配合默契 14年前 学习室内设计专业的 胡怡英 怀着对动物的热爱 跨界 进入宠物行业 从动物救助志愿者 到开办宠物学校 动物农场 帮助主人训练 宠物尽千知 他用满腔热忱 和不懈的坚持 指导着禅室官们 实现和宠物的精神沟通 究竟哪些宠物 需要行为调整 怎样才能达到 人与宠物之间 真正的和谐 今天就让我们 和宠物们一起上学吧 刚刚你让他坐 他就坐 让他跑就跑 所以是在进行一个 日常的训练吗 对 它是一只防暴犬 是工作犬类 用来做警犬 或者是突围犬 保安犬 他会训练不同高度的障碍 搜报 然后去找那些 藏在角落里面的坏人也好 我们需要他找的东西也好 因为我今天 拿到一个关键的物品 在我的口袋里 这个到底是什么呀 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训练玩具 然后我们训练是有三样法宝 玩具 食物 还有小片 我们会根据宠物的兴趣点在哪里 就用指定的东西去训练它 让它发现你有这个玩具之后 它就会整个专注力全在你身上 那真的是个法宝 您的职业是宠物行为训练师 这究竟是一份什么样的职业 其实不只要训练你看到的这些警犬 军犬 我们也要训练家庭犬 一些行为有问题的狗 还有一些猫是需要我们去做行为 和健康的纠正的 那你有一个关键词是 带着主人去上学 什么意思啊 世界上所有的狗的行为 都是和主人有关的 然后没有有问题的狗 只有有问题的主人 所以我希望说 全家人一起配合 狗狗才会变成一个好学生 看来来你这里上课的狗狗 是需要一家人陪读的 对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主人 回去说我的狗之前是拿过文凭的 可是它最后回来又打回原型了 其实是回到特定的环境 和特定的人身边 你的行为会诱发它 原来的老毛病又出现了 所以带着主人去上学 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要有一个宠物在家里的话 我们第一步去挑选的时候 有没有特别的讲究 我相信您一定看过 那个导盲犬小Q那些电影 就是一窝小狗 你会蹲下来去看那只冲向你的狗 然后说它跟我好有缘分 我就把它带走了 但是以我们行为师的经验来说 我们训练一定是不挑第一只冲向你的狗 为什么 因为这只狗的话会过于外向 而难以训练 就兴奋度太高了 那要挑第几个不向你的 最后一个吗 最后一个我们也不能挑 因为那个会过于胆怯和胆小 狗狗其实跟小朋友一样 它要有了充分的自信之后 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训练效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挑那个 歪着头看看你 然后慢慢地走向你 很谨慎来和你接触的那一个 那个是比较有思想 比较好训练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 这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肯定是不好的 它可能会是最好的工作权 因为工作权 我们要兴奋度越高越好 叫敏锐 对 那像我就从来没有和这种工作权有过接触 如果说我要上手来训练它的话 是有这个可能的吗 工作权的话对女生的力量也好 你的气场也好 有很大的要求 你先跟她打个招呼 然后你可以让她闻一下 你摸一下她 因为她力气非常大 我们让唐老师待会在后面给你签一下 最简单的就三个字 做握力 让她离你这些距离的时候 把这些动作给你做出来 好 那我就跟着老师说的 来 现场试一试 好 Aris 握 坐 站 好厉害 那我要不要给她一些奖励 你丢给她 就丢给她 对 把球 你太棒了 但因为她其实是工作犬嘛 还是一些特殊场合的需要 那比如说我们一些居家的 就家里养的会比较多的 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训练嘛 是 但是训练项目会有所不同 我马上带给你看的是另一只家庭玩赏犬 会送过来做一些基本的动作训练 这个是一个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品种 日本柴犬 然后它的名字叫波波 波波 你好 它是一个非常训练有素的狗 你可以直接过去摸它的头 其实平时我们见到马路上的狗 我会建议你先这样给它一个手背 先闻一下 动作很慢地闻一下 然后再去摸它的头 因为其实你突然伸到狗的头上 对它来说是很有压迫感的 所以我刚刚那个就是错误的示范 我不应该就是一下子就去摸它 因为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特别敏感的狗 它可能咔嚓一口就上来了 还好你训练有素 那波波 接下来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都会哪一些好不好 接下来就要看到我们训犬师的第二样法宝 零食 食物就是大部分狗都有效的东西 我们带它来绕一个圈 随着你的手的摆动 它会把这个稿一根一根去绕过去 而且它的专注力 其实我一直开玩 就是狗狗的专注力训得好 比我儿子专注力还好 来 坐 波波坐 波波坐立 这个是大家过年特别喜欢的 就像在拜拜 恭喜发财 我还看到有一些就是小狗 就是什么装死之类的 它也会吗 它也会 波波 你看 你看 这死的不是很透 它的眼睛瞄我们 还在入戏当中 就是这双宠物犬其实训完之后会特别有趣 真的 它现在的眼神就是我可以了吗 还要继续装吗 学会这个动作有什么技巧吗 这个动作的话 平时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你要先让它学会躺 这样握 躺下之后你让它翻身过去 但是这个动作本身的话 其实像它在那么多人的场面下愿意去做 是因为它是一条特别自信的狗 其实狗的肚子是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你还是很棒的 刚有说到你的行为训练 不仅仅是针对狗 还有其他的动物 会有马 会有鸡 然后会有猪 都在你的农场里吗 我跟着你一起去看一看其他的动物吧 好 这匹马怎么会出现在你们农场啊 我们这边所有的动物都是特别有缘分的 它以前就有一个编号 它以前叫117 马场 找到了我们一家宠物医院 去把它安乐死 后来我知道了之后 我们以前也给它做过训练 所以我们说那不要安乐死 我们就把它养下来了 现在它在这里叫大宝 因为我们希望它有明显的反差 现在它是我们的大宝贝 这里个子最大的宝贝 还好被你救下来了 那边是元宝鸡 然后还有兔子 这是猪是不是 小香猪 其实它就是因为越长越大以后 被别人遗弃了 我看到这么多动物 我总算是理解你的关键词 万物皆可训 这些在你农场的宠物 你都有训练它们 它们其实会形成条件反射 然后都可以做一些基本训练 像那个黑色的小羊 它就可以像狗一样 跟我们一起跑来跑去 小香猪 你也有训练它 其实猪的智商远远高于狗 我是想把它纠正为 再能回到家庭里的猪 它会定点大小便 它也会随行 就像狗一样在你旁边走 那真的 都被你训得特别的好啊 没有不听话的动物 只有听不懂话的主人 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宠物开始 教会主人理解宠物的行为 胡逸英的工作 更像主人和宠物之间沟通的桥梁 伴随着家庭养宠物数量的增长 宠物公园 宠物农场 成为了爱宠物人士的打卡地 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 愿意在假期 带着自家毛孩子出来社交一番 初次见面 自家的宝贝该如何打招呼 对于不同性格的宠物 又有哪些技巧 能让他们更友好的相处呢 最近很流行一个词嘛 叫狗狗社交 有的时候主人是希望 狗狗能交一点朋友 但遇到很多狗之后 就可能会出现 就互相不开心的这种事情 如何去避免它呢 狗狗的话 在幼龄期一定要经过社交训练 比如说天生是射牛的狗 像我手上这只狗 它过于开朗 其实它会因为不知道分寸 去扑老狗 很有可能就因此而挨揍 那让它适度地控制自己的热情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训练 那这只狗小时候就是比较胆怯的 那我们就要鼓励它 尽可能地让它去见一只金毛啊 这些比较平和 不太兴奋的狗 会对它带来比较好的影响 人之间是不是先要做一个狗筒 第一我会远远地 在安全距离内 我会先问你 你们家狗友好吗 有没有绝育 这些信息非常重要 首先两只没有绝育的公狗 如果同时在家的范围之内见面的话 就很容易打架 因为那是它们的地盘 相对来说 被绝育掉的狗 可能会比较的友好 然后你要给它信心 你要陪它一起过去 然后你看它会巴着我 其实它是紧张的 狗狗的话 其实见面打招呼的方式 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它们不是面对面 它们会去闻屁股 屁股我们有一个叫肛门线 是它的线体 对于狗的嗅觉来说很敏感 它会知道这只狗在家里 是什么样的地位 它是吃什么东西的 你家住哪里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狗的身份证 它们在say hello 对对对 它的身份证 所以你会见到狗见面之后 相互闻屁股 其实它就是想要拿到这些信息 再决定我们要不要做朋友 有很多养狗的人会觉得 狗狗在家里会有一些迷之行为 比如一直自己找自己的尾巴 然后拆家 啃家具之类的 这些是需要去规避掉的吗 追尾巴 然后抓门 拆家 这几件事情 总结起来就两个字 焦虑 可能是主人不在家的分离焦虑症 或者是因为 长时间的没有足够的户外运动 没有足够的陪伴 引起的焦虑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 训犬师的好朋友 训犬的玩具 可以在这些玩具里面 去放上食物 然后在你出门之前 留给他们 让他们去花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去绣纹 去挖那个里面的食物 而不是去拆你的家具 千万不要认为 是我养狗 就是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遛狗就足够了的 他们因为智商高 所以需要足够的精神互动 你是经常会在这里举办 像这种 大家一起的狗狗的聚会吗 还有一些小朋友的聚会 因为其实 狗对于人的情绪 和孩子的成长 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我们包括举办过一些 自闭症儿童的活动 他们见到狗的时候 都会主动地去和他们亲近 其实狗狗身上 有独特的可以让人 缓解焦虑和抑郁 看来还是 多多参与这些活动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还挺身心健康的 对 非常重要 从食物营养到安抚陪伴 在农场里 胡逸英总是尽可能地 为动物提供更好的照料 在她的指导下 主人与宠物重归于好 被遗弃的熊孩子 找到了新的归属 把爱好变成事业 胡逸英与动物之间 还发生过哪些奇妙的故事呢 什么时候开始和这些宠物结缘的呢 我其实从小就非常喜欢宠物 但是小时候的话 父母总是觉得养猫养狗 有点脏 不太愿意 然后我就一直心里压抑着 就连家里那时候 我里有梯井 梯井里就有一只小蛤蟆进来住 然后我都会天天放学去找它 看它有没有在 它从我们家搬走之后 我都难受好久 后来到大学了 因为我从小是画画的 选择一个室内设计的专业 但是大学里面 我每天在花很多时间去弄猫狗 然后我爸爸就说 你好像有点不务正业啊 但是因为爸爸对女儿嘛 也是比较宠的 最后他就说 那你不如就把宠物变成你的正业吧 后来在我工作了五年之后 我又重新去报读 然后考完了中农大的一个动物医学的文凭出来 我也经常会参加一些短期培训 无论是宠物行为学训练 还是宠物营养学 宠物行为训练师 其实女性的占比并不高 非常少 对于女性来说 这个职位其实是非常难的 第一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训练那个德木一样 对于体能的要求太大了 一天可能跑个十公里都是很正常 第二的话 女生的心理会比较弱一点 我们必须和狗保持相当于弱姬弱离的关系 就是你不能变成他的主人 你要跟他相处得很好 但是在他回归家庭的时候 你要让他知道那才是他的家 但是我们女孩子的话很容易动情 就是如果在训练过程中 很容易就建立起了感情 然后就放不了手 我有一个特别印象深的流浪狗 当时是我先生的医院门口 先有一只小狗 它是站在门口雨天 在那边站起来拜拜 我先生就觉得它很可怜 就把它带回了诊所 我就给它开始做行为纠正 它就特别特别爱我 后来直到有一天它被领养了 这只狗连续三次逃跑 都是跑来找我 它就在门口来来回回地转悠 就等我上班 然后它就不走了 后来不得不把它拴起来 但是它一有机会就逃跑 直到第四次它逃跑的时候 它没有再出现 它也没有到我这里来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内疚 我就觉得这只狗 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然后我一直很后悔 当时我既然不能留下它 我不应该跟它建立那么深的感情 然后会有点内疚 既然跟它建立了感情 其实应该对它负责任的 已经做得很优秀了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跟狗狗有偶尔的一些互动 会觉得它们特别地可爱 但你真的要每一天 和它们生活在一起 这些毛孩子也没有那么让人省心 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了 每一次有一只狗 通过我们的行为纠正 被再次领养掉 被有一个好的家庭去接纳 我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满足感 因为等于它是经过我的手 去得到了新生 看得出来 这些宠物都已经成为 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那家里人呢 老公和孩子 他们喜欢宠物吗 老公支持你吗 我先生是个兽医 我大学里面 救流浪动物的时候 会送一些流浪宠物 那个时候相识的 对 大学里就相识了 我先生本身也非常非常爱动物 像我们家的话 其实加起来 有差不多一百只宠物 我算过 很多鸟 很多鱼 然后很多乌龟 然后我们家 还有不同品种的老鼠 花枝鼠啊 仓鼠 都是被照料得非常好 那你家小朋友肯定开心死了吧 感觉就生活在动物园里 我儿子其实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宠物 属于你还有一个关键词 叫做三菱音乐会 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有这场音乐会上演 我们开玩笑说 我儿子就像一个小的人人 泰山一样 他特别喜欢来到农场 他在这里练琴一下子就上瘾了 因为他会觉得 他在练琴的时候 周围会听到狗叫 羊叫 配合他的声音 就像在森林里面看音乐会一样 他在家可能练20分钟半小时 就没耐心了 但是在农场练40分钟一个小时 他都会觉得很快乐 上演奇妙的森林音乐会 热爱与自然亲近 七岁的儿子孝晨 从小便是在各种动物的陪伴下成长的 跟着妈妈了解动物的生活习性 听爸爸讲对不同生命的同等尊重 而如木染之下 小小年纪的孝晨 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位动物发烧友 能帮着照顾身边的小动物 更通过大量的阅读 有了一个和动物相关的梦想 让我们一起去农场里的图书馆 找找这位小小梦想家吧 这就是传说中的图书馆 你看他们都会觉得这是自己的地方 就很自然地进入到了图书馆 我这边所有的环境都是为他们准备的 小辰你好呀 你好 儿子看的书好像也是和动物有关的 对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动物的小朋友 同学都叫他小博士 因为他特别爱知道动物的知识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动物园 然后甚至于我们去外地 我们都会去当地的动物园 去当地的花鸟市场 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标准的游览项目 这么多动物当中 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动物 都喜欢 对 因为他们有时候 除了那些有毒的都还挺可爱的 所以 都不是自己喜欢的 我已经听说了关于你的森林音乐会的故事 大为妈妈从事的职业都和动物有关和宠物有关 听说你也有自己的梦想也是和宠物有关的对吗 嗯是什么 嗯我就是想要去很多地方演讲让让很多人知道要保护动物 嗯我喜欢的偶像他的名字叫 所以其实他会被你们向往的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和身边这些宠物影响到 从他出生就一直跟动物在一起 其实这样的孩子的话会有很强的同理心和共情力 就是他对于所有的东西都会更容易感同身受 就是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这一点是他从小很小就表现出来 这只狗狗现在是专属于你的 你在打点它的生活照顾它 嗯 这只狗狗来医院里因为它要开一个道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善气 嗯 然后后来我觉得很可爱 最后我就我就养下来了它 就是我们家最仔细的人就是它了 上几周它被我们家猫抓了一下 眼球上抓了一个洞 当时是要每两小时第一次眼药水 然后我们其实在家经常会忙得忘记 然后我们家这个小朋友就是像闹钟一样 每两个小时就来拿个眼药水 爸爸妈妈你们帮忙 第一次眼药水好不好 从小接触这么多动物是会不一样 嗯 那对你来说呢 你觉得你做了妈妈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我是先做宠物方面 其实这个这个经验对于我做妈妈来说 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其实狗狗和小孩智商也好 各方面除了不会讲话 他们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我会从训犬身上去学到很多教育小孩的要点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像我们做妈妈的 很多时候其实我会心恨她的 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我是不希望她去做的 我必须在第一次就跟她说不 因为你的原则是对狗对小孩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旦去改变这个原则了 她就会不断地去尝试去挑战你的底线 你后面就很难去改变它了 从最早的救助流浪宠物 一直到现在把它发展成了自己的事业 你觉得这些宠物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一直跟我儿子也说的 就是其实人是非常渺小的 无论是一只小鸟一只蝴蝶 一个狗一个猫 整个地球是我们共有的 所以我一直跟她说不要伤害任何动物 我们一定要去善待身边所有出现的生命 亲爱的孝晨 希望你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与好奇 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地球公民 妈妈回应 全力救治创造生命的奇迹 会复这一行 爱动物的心都是柔软的 耐心训导建立最深厚的信任 他们用爱的责任 传递着跨越物种的母岸温情 既然要养的话 就是一辈子不离不弃 何家团圆之际 新闻组合频道 我的妈呀特别策划 猛宠闹新春 敬请期待 动物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 在选择养宠物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经成为了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在宠物带来欢笑的同时 我们也要担起 管教宠物行为的责任 今天的宠物训导师妈妈 让我们知道了解了 养宠物和育儿 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需要家长的爱与责任 我的妈呀 让你成为更好的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